新生家庭宛如自家宝贝一样 状态懵懂 正在慢慢摸索成长的道路 可对于重庆家庭来说 相识九年的情谊 七年的夫妻生活 让这个家更像是一碗香醇的美酒 上周是夫妻相识九周年纪念日 爸爸刘永刚 精心为妈妈庞小琪 准备了一份清洗 听了妈妈的话 一份的思考 该给爸爸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作为清洗呢 可以买的 父亲姐就是爸爸的截子 知道吧 就是除了生日以外 他的截子 你准备给他买点啥是吧 水果呀 水果呀 我们画一幅画上的孩子吧 你最喜欢画画的嘛 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 这个啥 你买水果那都是妈妈的钱 那也不算你送 知道吧 你用你自己轻松画的画 然后爸爸都觉得 哇 面团好乖哦 这是你妈妈的吧 先把这个做来 来 妈妈教你 让你摸一桌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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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写字了 今儿这个写完了 再给我写一篇这个字 我给你拍起 老婆 我来教 教到你不写了我去 嗯 是什么时候啊 老板你永远都写不会 可谁知 就是妈妈的态度 却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你看白个那个是哪个写的 白个那个有写 有焦虑的嘛 你看你前面你写一拍 都写来了 看你不要哭 哭了都危险了吗 哭了是不是都会写了嘛 妈妈的严厉 让家里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见此状况 刘永刚赶忙过去 接过了妻子的辅导工作 先一批好不好 一批要恨着 第二 再一批恨着 爸爸的耐心教导 让刘思燕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爸爸 我也是给你吃 谁说的 父亲节就是爸爸的节日 知道吧 就是除了生日以外 他的节日 怎么着也能着 我这边的 爸爸 我跟你说 天天 好 谢谢 为了让姐姐能安心写作业 妈妈决定带孕辰去楼下玩 可没一会儿功夫 孕辰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淘气的小韵辰这一摔 可是让爸爸妈妈都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爸爸妈妈忙着帮刘韵辰洗澡 被冷落在一旁的姐姐 心里可有些不大高兴了 爸爸过来来看嘛 我真的写得很好你过来看嘛 有一个写漂不漂亮的海 有一个写很漂亮 过来满身的 写完了 爸爸再来看 你看写好漂亮啊 好 表演 还好过来看 这桌子 哦 这些漂亮 你写的小时候写的皮你哭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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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再爸爸教你给我写好点 好吧 知道没有 还对不起 哎呀 爸爸说错了 哇 我写了 我写过去 好 写过来哥 你可开始写得多啊 那我写过去 那我写得多了 我写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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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准备 妈妈过来看 写好了 妈妈 哇 画这么漂亮啊 你画的谁啊 这里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弟弟 这是你 这是爸爸 这是我 我来的风筝 哦 我自己和爸爸牵的手 啊 真漂亮 啊 还画点花呀 是啊 这还有一个宝子 还有这些鸟儿 啊 真棒 不错 不错 送给爸爸好不好 五颜六色的画笔 一笔一画地描绘出 心中最亲近的一家人 母女俩精心准备的这幅画 会否让刘永刚感到惊喜呢